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各位同學好 我們今天 原則上要開始講新的作品 但是我想這黎明列車還有一些地方 可能各位同學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還是可以 第一個我要問有沒有問題 我所要講的是 這個小說可以反映現代小說的很多的特點 那麼第一個特點就是 它的敘述的成分或重要性大於情節 也就是說它的文字的表現 重於它的情節的安排 所以基本上它的情節似乎很簡單 就是第一次我見到它 第二次我見到它 第三次當然我見到它 最後是第四次 是現在 所以事實上它的文字表現裡頭 使用了很多詩意的表現 所以詩意的表現其實用了很多的意象 或者是象徵 意象或者是象徵 那麼在這些象徵我們上一次 這個前兩次上課稍微都跟各位提到過 那麼這有幾個我稍微待會稍微再補充 那麼第二個它主要的表達是 內心的意識 雖然這一篇不能算是意識流小說 但是其實是象 主要的是表達這內心的意識 然後它的內心的意識的流動發展 它的內心意識的流動發展 重於戲劇 重於這個人物之間的戲劇衝突 事實上在兩個主角之間 並沒有任何衝突可言 那麼而另外一個有意思的事情是 這個作品同時包含了兩個時間 一個是現在的時間 這個現在的時間是以火車上的 今天的這個黎明 然後隨著火車不斷的往前走 然後窗外的風景就不斷的出現 一方面是現在的窗外的風景 反映了它的內心的意識 風景的轉變也剛好是它的內心意識的 這個流動跟發展 那麼因此風景跟意識之間的關聯 就相當於我們所說的 書情文學或書情美學 書情文學或書情美學有一個很重要的說法 好 這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這是在清代王夫之提出來的 叫做情景交融 那更早一點在中古的時候就會說這個 在唐以前從這個不論是文心交融 或者是這個唐代的詩學句叫做什麼 叫做氣異相 異跟相互相契合 那麼由異生相 由相生異這個之間的 相是外在的 可以看的 可以感受的 感官的知覺 異是內在的 內心裡頭的 這種這個感受與思維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代小說就有一個 往書情方面靠攏的一種特質 所以甚至就被某些理論家開始認為 跟西方的這個Ledical novel 書情小說之間是有類似的美學特質 那麼這是因為他使用了很多異相的表現 然後他一方面很巧妙的利用 你坐著火車一路往前 會有不同的景象出現 但是這些不同的景象一再的反應 他的內心意識的流動發展或者說轉化 但是在這個轉化裡頭 他不是沒有主軸的 也就是說那個女主角的出現 讓他想到了兩個 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事情 第一個 我們不特別曉得這個男主角現在幾歲 但是十年前他跟這個女主角相遇的時候 至少他還很青春 他還有青春的夢想 所以會出現花 花是戀愛 然後再往下走 戀愛成熟的話就變成花園 所以在這個小說裡頭不斷地出現 有新婚夫婦上來 有你看到這個農家 這個農家女站在水上等等等等 那其實都跟這個 跟從戀愛到花到婚姻 然後到這個等於說成一個家 而且這裡頭提到青春一方面是跟花跟年紀有關係 一方面裡面也可以看到他開始提到秋天 所以他大概是假如十年前他是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 或者是比二十歲還少一點 或者是差不多這樣 那麼他現在十年後已經這個三十歲 很快在他的眼前就是他的中年 所以那麼可以很清楚地說 在這樣的一個相聚的十年當中 在這個小說裡頭有一個很重要的 也是屬於抒情文學的一個特質 這個抒情文學的特質之一 是我們所很習慣的另外一個 叫做《異在言外》 舉個例子 他的第一段提到了那位女主角怎麼樣 就頭整著悲食的作子 說了許多關於金魚貓咪樓那一類的夢話 這是原來在還沒有發生戰爭 至少他的城還沒有被燒成一堆火之前 沒有在火毒毒的大火中陷落之前 他所過的一個承平的生活 但是這個承平的生活在怎麼樣 一天之內完全沒有了 然後這位小女孩在那裡 即使因為還沒有辦法適應 這個新來的苦難或戰亂 所以他在逃難的第一個晚上 還會忍不住說這些夢話 那有一個他沒有講的對不對 請問對於那個男主角來說呢 他是不是也經歷相同的東西 或者是他會提到所有的人都沒有名字 也就是說有 所以在這裡有名無名是很重要的 這個已經在前面講過 當你變成沒有名字的意思是 你喪失了你的最重要的東西 喪失了你的身分 喪失了你的人際網絡 因為一場戰爭的爆發 可以把你原來擁有的所有的一切 全部通通都給你打笑掉 所以他講得好像很含蓄 好像是這個小女孩有問題 所以他才會說那些夢話 其實是這個小女孩是最正常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並沒有辦法立刻的 馬上適應理解世界應該這樣子 突然發生災難式的大變化 OK 當然這個災難不是天災 這個不是九二一震災 世上是怎麼樣 是人為的 可以說是人禍 是這個人為所造成的一個苦難 但是非常有意思對不對 在他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 他們正在江邊 正要想辦法搭船渡海 所以這裡又有一個很有意思的 他不是一開始提到說 走縱貫線的時候 你可以坐在靠山的位置跟靠海的位置 那麼因為沒有時間 這個一句一句給各位分析 但是各位自己回去找 他有些地方開始強調 他跟山的關係 那麼這裡要請你們了解 在台灣的長久的習慣稱中國大陸為什麼 這個有沒有人知道 大聲說 對 大概 閩南話大概稱為 鄧山 長山 因為大陸嘛 山是這個 所以甚至在這個閩南話裡頭 稱那個所謂的外省人叫做阿山 對不對 阿山 當然後來我們有人因為受到那個 受到那個 受到可能是香港還是廣東的影響 什麼唐山大雄 所以大家也就認為說那個所謂的長山就是唐山 但是山所代表的是一個穩定的可靠的 但是現在穩定可靠的 你被反而是被當作一個曠野一樣 你的逃出來 所以在他們第二次見面 他們一起可能分別掙扎著上船以後 那個男主角一直想去找女主角說 我很喜歡海上的航行 那麼這個小說還是它的開始是從 它又來到一個濱海的一個層次 想到它十年前 這個也是從這個海這裡過來的 那其實它還要再渡海 那麼在這裡就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東西 因此山有一點點變成了 是一個穩定的家鄉的生活 而海就代表另外一個層次的 一個好像動亂或者是戰亂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台灣的山 台灣的山變成了所謂的後方 所以太陽是從山這邊升起來的 就是它的所謂的這樣的一個黎明 以及你不知名的曠野跟坐在火車上的最大的差別什麼 火車一站一站往前走 每一站都是知名的 OK 是一個有規律 有次序 是一個有規律有次序的一種好像不但是交通工具 而且事實上是一種生活方式 為什麼 會出現一群學生是要坐這個車子去上學 那麼甚至他會有一段描寫在陽光當中 這個女主角現在已經是十年後的這個女主角 跟一個還在唸書的女學生 她們坐在一起分享了今天的陽光 所以陽光所代表的是一個安定的 成平的有次序的有規律的生活 OK 但是這個有規律有次序的 真的有這個有目標有意義的生活 事實上不是你要有就有了 因為他們已經經歷過完全的喪失 OK 可以來一場戰火 你的所有東西通通都沒有 因此這件事情又變成很重要 因為他還是會回到海上到所謂的前線去 然後透過在前線的可以說戰爭或者是駐守 那麼終於能夠使得這個 好像在台灣的人能夠過一個充滿了陽光 這個黎明有方向有目標可以 這個就像各位知道的 幾點鐘零一響 大半的同學就會到這裡來上課 然後這個老師除非他有什麼奇怪的事 不然的話正常情況他也會在這裡來上課 就大家就進入一個有秩序有意義 有節奏的生活世界 跟在戰亂當中所有東西全部通通都被打散 都打亂了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因此在戰亂當中他一再的討論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前一秒鐘你還在呼吸 下一秒鐘你就死了 所以他的第二次相遇的時候 一個炮彈下來 這個女主角很幸運只是被證昏了而已 但是另外一個水兵就被打死了 OK 所以他才會說給他們這個一秒鐘生命 這個一秒鐘死亡 變成生命的證明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還在呼吸而已 還在呼吸的生命跟有目標 有次序 有規律的生活是完全兩回事 OK 所以在這裡他所 這個他所要描寫的是這個 然後他在兩次我就不再查 這個你們自己去看 他在兩次提到不但花 而且提到有露水 在第三次的營區的時候 那個那位女主角在唱一首戰歌的時候 這個有一朵帶著露水的花 掉在他的頭髮上 在他們相遇的現在裡頭 他也看到怎麼樣 他所帶的那一袋花裡頭的這個露水 會滴到那位女主角的這個臉上 那麼花是這個愛情的這個憧憬 那我想所有的人都會了解 那個露水代表什麼 代表新鮮的生命 OK 那麼而在這個作品裡頭 就是如何的由黑暗走向這個黎明 這個然後同時這個我們還要說 在這個小說當中 男主角跟女主角的唯一的動作是什麼 現在不講過去的三次 這個應該這麼說 在他們的前三次 一二三的時候 三次他聽到 他認出來那個女主角 很想去跟女主角認得 去打招呼 但是這個來不及 因為對方又轉到別的營區去了 但是第二次的時候 他們是有一個小小的互動 對不對 就是這女主角在彈坑裡頭被證昏了 所以他就去把他拉起來 然後他們一起躲在一個廢戰車 然後等到後來可以上船了 大家就這個可以說 那個爭先恐後的上去 上去以後又再也遇不到了 所以他們的互動是 他把他從彈坑拉起來 然後一起躲在廢戰車陣章中 經歷什麼 特別在這個地方 經歷可以說一分鐘的生命 也是一分鐘的死亡 這個生死之間的什麼 那至於第一次的話 他只是注意到他 看到他 聽到人說他而已 所以這個真正有比較強的互動 他用的是在二對不對 三是想要互動而來不及 那麼正如二的最後他上了船 他也沒有這個找到 這個的背後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意念 是司馬中原的很多的小說裡頭會出現的 在我們的這個鄭樹森的這一套小說選的第三冊裡頭 有一個叫做沙窩之野鋪 在那個沙窩之野鋪也是提到的 就是一個機緣措施 你跟他不是沒有機緣 所以怎麼樣 可以說至少在第二次開始 他就對於這個 好像對於女主角這個開始有夢想 他自己也在小說裡頭提到 他曾經走到我的夢裡頭去 OK 但是終於因為這個機緣措施 第三次好像又是加強了他的夢想 可是終於機緣出這個措施 這個第二次跟第三次這個相隔兩年對不對 然後第一次到第四次的現在相隔十年 OK 那麼他又用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 這個這個對比就是鵝跟蝶 鵝的各位所知道的最常見的成語是什麼 飛鵝鋪火 那麼事實上在這個火車裡頭 確實有很多的飛鵝 以為他把燈有水紋的燈 相當於火當作好像是一種 就這個就像海上是一種自由一樣 他們就去鋪那個燈 結果就被好像就可以說就是被燒死 或者是這個熱死一堆 直到有兩個飛鵝 本來是本來是一對的 但是有一隻怎麼樣 先從窗戶找到了那個外面的這個原野 飛出去 飛出了什麼 飛出了列車 假如整個的列車代表時代的情境 這往前走的時代的情境 那麼事實上如何解脫時代對他們的影響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能夠飛出去 飛到所謂的廣大的這個自然的這個原野 也就是自由了 可以獲得自由 所以一隻飛出去 另外一隻還在這個列車裡頭徘徊尋 最後終於男主角決定要開窗 讓那隻還沒有飛出去的飛鵝飛出去 然後另外一邊是女主角的手怎麼樣 跟他一起按那個開門 開那個車窗的鈕 然後就兩個人合作把另外一個 等於說這個另外一隻飛鵝也放走了 可是在放走了飛鵝的時候很奇怪 突然跑來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說斯瑪寫這個小說一定超級開心 因為他做了很多的有趣的遊戲 突然這個出現了一個夢蝶對不對 從停在那個女主角的 這個應該是這個她的那個好像這個包包的花 後來她的頭什麼之類的就是 顯然是跟這個女主角有關的 那麼事實上蝶請各位記得蝶跟蝶不一樣 蝶一向只被形容為鋪火而已 它的相關性被強調 但是中國有一派的小說被稱為什麼 叫做鴛鴦蝴蝶派 所以蝴蝶本身當然有很多層含義 在莊子是另外一個意思 但是蝴蝶常常是代表什麼 在莊子裡頭蝴蝶跟夢有關係 但是蝴蝶就像我說的 因為剛剛蝴蝶派流常常又代表了又是 等於是這個兩性之間的愛月 就是互相喜愛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這裡的夢蝶其實強調的還是 即使在那個生命 隨時可以生 隨時可以死一分鐘生命 這一分鐘死亡的那個時候 他的青春是壓不住的 所以他一樣的對於對方有某種夢想 那現在重新看到他那個夢想又互活 但是這個夢想是一個機緣錯失的夢想 他沒有機會真正的認得他他們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們終於做了一件事情 把必須在火車代表歷史時代的往前進 然後在這個歷史時代的往前進裡頭 兩個可憐的鋪火的飛蛾 終於能夠擺脫時代所加給他們的枷鎖或命運 就跑到了那個所謂的窗外的那個遠遠去了 獲得了自由 那麼一個先獲得 然後另外一個終於也放出去 你認為假如用象徵性的角度來講的話 第一個先飛出去的飛蛾 是男主角還是女主角 是女主角 沒有錯 然後他必須要得到女主角的幫助以後 第四次相遇 他才能夠從這裡好像飛出來 他不是繼續只是在逃難中 在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才會由飛蛾變成了這個夢蝶 然後最後在什麼地方 把夢蝶的問題一直解決 他們兩個互相按一個車窗讓他出去之後 這個女主角要走之前 他跟這個男女主角之間 互相做了一件什麼事 非常有意思 這是故意的 沉安 他不是說早安 他說沉安 代表什麼樣 代表一個黑暗的黑夜以來的所有的這個種種的夢夜 也通通都過去了 現在你要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 這個美好的生活 以及這個光明的 這個黎明的一種生活 那麼他的那個夢想還沒有消失 而這個夢想其實是兩個東西重疊的 一方面一方面是苦難 一方面是苦難 死亡 恐怖 這一分鐘的死亡 這一分鐘的生命 可是另外一方面那時候仍然是青春的 十年前 OK 在青春當中還是會有夢想 這個還是會有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一直想找到他說 我很喜歡海上的航行 這裡象徵很多東西 然後他也知道當這個女主角拎了一袋花的時候 他知道他跟別人有某種愛情 可能甚至是婚姻的關係 或者是潛在的婚姻的可能的一個關係 那麼這個女主角下車的時候把他帶走了 就是把那一袋花帶走 他只是給他留一個印象 但是很妙的是在車上那個留了一朵花 他等於是把對於女主角的所有的青春時候的夢想 同時也是他的青春歲月的苦難 一起怎麼樣 把他處理掉了 這個你們可以看 在這個小說的結束的地方 他特別的提到怎麼樣 請各位看到四十五頁 他避進去了有一朵花 從他手袋中滑落下來 落在我對面的椅子上 這非常有意思 這位女主角第四次的坐在他的對面 現在這個女主角走了 但是卻裂到一朵花 這一朵花當然象徵的是 他還是對這個女主角有某種 你可以說回憶夢想或者是這個留戀 而且提供給他這麼一個這樣的機緣 結果我撿起那朵我撿起那花 向我在風中撿起痛苦的遺忘 在那一段期間以後可能因為錯失機緣就慢慢遺忘了 就慢慢的逃避他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人生的段落 因為這有說那我們對痛苦的事情總是要避免的 但是其實這個痛苦跟他的美好的青春的這個生命 跟青春的這個夢想是結合在一起的 當他把他一起怎麼樣 陳安大地我把他植出這個車窗 所以這時候的陳安又很重要對不對 第一次是兩個人用眼睛 這時候他怎麼樣 他就幾乎是等於大聲的喊 還要用驚嘆號陳安大地對不對 因爲什麼 因爲整個世界大地重新復歸所謂的這個黎明 復歸一個有規律有次序安定的世界 然後我就默然目著披滿朝陽的顏緣 一剎那之間彷彿自己是一個帝王 然後我知我將往何方 他丟掉了他的十年前八年前的這個夢想跟苦難 他找到了他自己的生命的方向 當然生命的方向他其實已經暗示了 因為有一件事情是要 這個因爲他特別提到 在這個小說當中不斷地用旁邊的客人的講話 這個旁邊這個旅客的講話 窗外的景象不斷地其實在做一個辯證 這個辯證其實是因跟燕的辯證對不對 因就是他要去做一個戰士 做戰士是要犧牲自己的生命 以便讓別人可以擁有美好的愛情跟家庭的生活 或者是讓那樣的女學生可以很安心的 好像在這個陽光中去念書 這個我一直在想說 這我們的電子學院的旁邊吧 這個有一個同的這個女學生讀書的一個雕像 我就想問兩個簡單的問題 第一個坐在那裡讀書的假如是一個小男生呢 大家一定覺得沒有那麼安穩 沒有那麼安泰對不對 因為他所代表的是那樣的一個寧靜什麼 假如那剛好是一個很瘦像林黛玉那樣的女生呢 可能又不對了對不對 所以他就有點這個胖胖蹲蹲的 可是你會覺得很安詳 OK 那麼這個其實要說的是這個 所以在談到陰跟燕以及走陰的路的話 雖然很有價值很有意義 但是怎麼樣 是寂寞的 而且這個秋天的話就只有落葉這個紛飛而已 跟燕的路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他覺得需要有人做這個 這個才能夠讓更多的人可以做 可以這個得到燕或者是花 或者是這個發源的那樣的一個世界 然後在這裡我要請你們注意幾個時間點 因為對你們來講那只是一個符號 但是那是有意義的歷史性的時間點 這個作品做於什麼 1960年 各位大概都知道對不對 雖然你們還沒有出聲 中華民國政府簽到台灣的是哪一年 可以說那個大遷徙 對不對 1949 對不對 1949加十年的話是什麼 1959 小說寫於1960年 但是各位知道 從1949到1959之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各位知道嗎 這裡面有沒有聽過823 823炮戰 這裡面知道這823炮戰是哪一年發生的 1958 所以他寫這個的時候 台灣還是其實是很明顯的受到威脅當中 就是因為823炮戰 雖然犧牲了幾個副司令官 甚至是屬於抗戰時候的名將 包括這個包括那個吉星文這些人 但是因為823某種意義上來講 算是台灣這邊打贏了 所以金門就多了一項特產 菜刀 為什麼 因為這毛澤東經過大煉鋼以後 他的鋼就做成砲彈來炸金門 那炸到後來這個沒有把金門炸下來 導致送給金門一些做鋼 做菜刀的這個材料 所以金門菜刀現在還是他的 幾個重要的物產之一 OK 所以這首作品的 這篇作品的寫作的背景 假如是1960年的 而且他要講的其實是一個十年前 也就是1949差不多到1959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經驗裡頭 那當然那個這是重要的 這1958年 而且他從海上回來是 可能炮戰打得比較穩定了以後 怎麼樣 終於變成疑似性的這個作戰 就是雙方單打雙不打雙打這個單不打 那就變成這個疑似性的 就是這是中國人最厲害的地方 不了了之 既不是說我停止跟你什麼之類的 但是由正式的砲彈變成宣傳彈 那各位也可以應該年紀越大越了解 很多東西是很微妙的 表演的姿態一定要有 但是不可以造成實際上的重大傷害 所以你用水柱噴噴我 我用水柱噴噴你 兩個大人一起玩水 對不對 這種情形就跟這個 那我們去那個海邊游泳 然後這個你就噴我水 我也這個好像這個噴你水 表示我也有姿態啊對不對 我有姿態不要你上來 可是我有姿態我也要反擊 這個就是這樣 OK 所以那個已經算是由823到達比較緩和的狀態 但是還是證明一件事情 你不能鬆懈 這個你不能走 這為什麼 因為它還是隨時會打你 各位雖然每天都可以忘記 有兩千枚這個彈導飛彈對著我們 但是你不能夠說它就一定不會對你發射 對不對 好 那個這篇小說裡頭 因此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是 1 2 3 第四個 我說它其實是至少讓 在一個很短的小說裡頭 讓一個十年 八年跟現在的怎麼樣 時空重疊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時空的 用葉佳寅先生的說法叫做時空的錯綜 他當然是在講詩詞的 但是其實用這個用電影的說法 其實就是時空的跳切 這樣的一個時空的跳切的 或者說至少是雙重以上的時空互相映照 然後最後產生的是什麼 產生的是主角的他的內在意識的流動發展轉化 到達一個新的可以說領悟或者是頓悟 這個頓悟只有一件事 就是他又在跟他遇到了 也還是一樣沒有發生任何事 頂多就是這個兩個人一起開窗 讓一隻飛蛾跑掉而已啦 然後你看我一眼 成安 我看你一眼 成安就完了 然後最後這個男主角 成安大地 就把花丟掉了 是一個沒有故事的故事 但是它的故事在哪裡 在男主角的怎麼樣 經由時空的轉變 對於事情有了新的認知 接著我們會看到好幾篇小說 你可以說接下來要講的欠缺 或者甚至即使可以演成舞台劇的 《白先勇的遊園經夢》 這個《白先勇的遊園經夢》 是曾經編成舞台劇演出過的 仍然還是整個的過程是在於 主要的我們叫做觀點人物 或者是敘述者 觀點人物或者是敘述者 他的內心的轉變跟領悟 因此這些小說就有很強很強的抒情性 有很強很強的情景交融等等的 這樣的特質 然後在很多地方常常有思議性的 可以說情景交融或者氣和 氣其實就是和啦 氣和意跟相之間的關係 好 關於這篇小說 我補充到這裡 各位同學有沒有問題 這裡有沒有 沒有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課是有進度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看 這個我們的 我指定的讓各位去購買的 或者是準備的 或者你借來也可以 或營業也可以的 這個鄭樹生編的 那個現代中國小說選的第四冊 第四冊的一二二七頁 我們要講這王文興的欠缺 這邊小說大家都看了嗎 沒有看過的請舉手 我假定你們都看了 OK 這個少數 其實這個王文興的這個小說的 很特別的地方是 直到小說要結束之前 你不知道它會什麼叫欠缺 對不對 然後我到台大校友會去演講 我說我是用這篇小說講 我們的這個經濟發展的神話 現代小說中的經濟發展神話 然後那個孫政 孫前校長 我聽了以後說 他一直對我一直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懷疑 他說 柯教授你學問很多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但是王文興寫那個小說的時候 真的有那樣想嗎 因為我認為那個這篇小說 最根據孫校長自己的閱讀的方法是 這是一個寫一個非常早熟的小孩子 我講小孩子這個不算太對敘述者 或者是對主角太不敬 因為他才只有11歲 才剛剛讀 現在叫做國中一年級 以前叫初一 才剛剛讀初一 可是這位初一的小朋友 竟然戀愛上了一個35歲 而且他的小孩可能比他還大 所以相當於他的媽媽那樣的年紀的 一個這個裁縫店的這個女老闆 他就喜歡上人家 然後越看越可愛 天天去看 然後還因此開始 對於生命有完全不同的憧憬 在這個小說裡頭 他的主要的行動 除了這個每天到那個門口 到那個彩虹店的那個門口去看 這個然後一邊還這個咬一塊餅 吃看看對方 這個說明了什麼 假如用心理學來講的話 就是他還停留在口譽期對不對 這個用佛洛伊德來講的話 他還是屬於口譽期 可是他已經慢慢的要進入青春期 OK Teenager的意思是 就是所謂的這個青春期 青春期是什麼 我由童年開始意識到 我們其實是男女有別的 是有兩性的 而且因此開始產生對預性的 某種憧憬幻想 這個等等 那麼 然後其中有一大段的描寫是他跑到那個 好像河的旁邊躺在一個竹林裡頭想很多很 很美好的事情 然後就決定他開始寫一本日記 這個然後最後就 就這樣子的好像一天一天的過 直到這個小說的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 整個小說的 他的時間定得非常的清楚 敘述者 是不是同一個時間的人 不是 可能搞不好也是一個十年以後的 OK 因為他已經變成用一個很成熟的眼光 這個成熟的什麼事情在講這些東西 所以他一直有一個現在時間 對照著故事發生的時間 而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很有意思 是這個敘述者在十一歲 我們剛剛才放的中休節 他是春假的最後一天到怎麼樣 暑假的第一天 所以相當於不到一個學期對不對 四 五 六 差不多三個月 其實這個不到三個月 可是春假跟暑假各有各的象徵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個下一節課 就開始再進一步的來討論欠缺 OK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這個課 這個真正要談的這個課 第一件事情 你們要注意到 我剛剛已經特別提到 至少是一個二度以上的時間 二度以上的一個時間 一個很短的小說裡頭 卻有兩個以上 兩重以上的那個時間 這就是使得這個 使得 我問你 這個人講他十年前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你認為他講的故事的可靠度有多少 讓我再問你一遍 你們現在假定是19歲到22歲還是23歲 那你的十年前九歲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記得很清楚還是 可能很清楚 但是在很清楚的時候是不是有怎麼樣 適當的調整對不對 這我們的記憶常常會根據我們自己的想法 自己怎麼做了一些調整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這個二度時間加上來的結果 就使得這個敘述者 具有一種怎麼樣的特性 一方面說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我身上的 我當時怎麼想 那是一回事對不對 可是你在九歲的時候怎麼想 跟你現在19歲的時候怎麼想 想的都一樣嗎 不一樣 而且你到了19歲在看你九歲的時候的事情的時候 你是不是已經有一種說 我們叫做後見之明對不對 我記得我剛上大一剛進台大 注意到我的班上的同學 那個時代跟你們現在很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大家覺得進了大學就很了不起了 所以這個女生一定要做一件很奇怪的事 就是要去燙頭髮 就是我們都開玩笑說這個燙一個雞窩頭 這樣捲捲捲捲捲捲 可是我那時候我記得我大概在頭一個禮拜的日記裡頭 這我們班的女生都燙了雞窩頭 只有兩個同學很特別 還是像各位現在這樣的頭髮叫做清湯掛面 這個還是清湯掛面 結果這兩位清湯掛面的同學一直到大勢畢業的時候 還是清湯掛面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各有各的麻煩 一個是 父親被告 關到政治監獄裡頭去了 家裡根本沒有薪水 家裡根本沒有收入 所以這個女同學 當時去燙一個雞窩頭要花很多錢 所以她當然這個不會去燙 然後另外一個是 這有一個超級保守的父親 根本不讓她跟任何的男生講話約會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她就一直保持清湯掛面這樣畢業 OK 可是我的剛剛進來的時候的好像寫的那個什麼 我在想說這兩個女生一定是個怪胎還是什麼 所以他們都跟別人不同 可是後來隨著做同學的日子越做越久 就開始對他們兩個有所了解的時候 他們所給我的印象 就跟我最早期的印象就完全不一樣 OK 後來證明那個被爸爸管得很嚴的是那個 超級的讀書機器 所以我第一名進去 我第二名畢業 為什麼 因為他第二名進來 他第一名畢業 但是我一點都不羨慕他 因為太可憐了 所有的活動都不准參加 除了上課拼拼搖緊牙關記筆記以外 他的那個人生 我不曉得 除了唸書還是唸書還是唸書 所以當然 什麼 那我意外地發現 那位保持清湯掛面的另外一個同學 後來卻是在學校還是很活躍 並沒有因為他得要同時負擔加記就什麼 然後他還很開朗 他還會寫一些什麼之類的 所以那個印象就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要說的一個問題是 當即使是同一個人 你加上了你的後見之名 你對於最原始的感覺 即使你在揣摩 你九歲的時候大概可能有什麼感覺 已經受到了你後來的經驗的影響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有一個說法 不可靠的敘事者 也就是說這一篇小說的題目叫做欠缺 欠缺好像似乎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可是十一歲的他可能受到打擊 受到感覺失望 但是未必就能夠像現在的他 我現在假定他現在可能是二十一歲 或二十歲的他理解了欠缺 會把這件事情往欠缺身上黏 因為就像我剛剛上一節課說的 那個孫教掌他說他覺得他是一個經濟學家 他說柯教授要做這個演講 所以我就趕快把欠缺這個小說趕快看了一遍 可是我看了半天就是寫一個 找熟的小男孩愛上一個中年的婦女 三十五歲 現在各位可能覺得三十五歲還很年輕了 我們那個時候三十五歲已經是 就是他也可以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孩了 OK 那麼結果呢這個好像他就失戀了 所以他這個只是寫一個 好像這個年輕人的 不是以前 應該說不是以前 是小孩子的一個初戀的一個 初戀而失敗到失戀的一個故事 可是柯教授怎麼會想到經濟發展 而且是經濟發展的神話 這個 這個即使我講完了之後 他還是覺得 這個柯教授的知識經驗太豐富 所以會往這個地方想 但是這王文心真的這麼想嗎 這個王文心寫那個小說的時候 也不過才二十幾歲三十歲左右 怎麼可能會想到這麼多呢 這個我說這叫做 人類的最早的知識 假如用vehicle的話 來自於私性的智慧 所以人類最早產生的東西是神話 神話就是一種私性的智慧的表現 所以我說OK 有私性智慧的人常常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會有 不是讀了好多書 從別人那裡去學到這個 最早的時候一定要有人有一種直覺 馬上看到事物的某種本質 或者是他能夠從別人的談話敘述裡頭 抓到這個本質 整部白先勇的台北人 故事裡頭所經歷的事情 都不是白先勇經歷的 倒是黎明列車 司馬中原是真正經歷過那個逃難的歷程 但是白先勇為什麼能夠寫 而且寫得還是很動人 因為有些人就有一種直覺 一種私性的智慧 可以聽了別人講的話以後 就能夠掌握住那個具體的情境 以及這個情境的象徵性 文學或者藝術它的思維是一種象徵性的思維 也就是說就像我們講黎明列車 黑夜跟黎明 黑夜代表什麼都看不見混亂 沒有次序 假如可以看得見的話是炮火突然爆炸 然後人會死人之類的 可是這個黎明而且是坐在列車裡頭 一切都是清楚明白有這個有條理有次序 所以這代表什麼 戰亂跟某種意義上的成平或的和平 同樣的花跟愛情的關係 花可以象徵愛情 它不必講太多 然後他把花丟掉 他還是把這個 他的青春的夢想這個丟掉 可是那朵花也是真的花 對不對 所以這叫做象徵 順便說一下 印度原來是被英國所征服 然後後來因為甘地的努力 所以就印度半島就從英國的殖民者的手中獨立 獨立了以後甘地沒有辦法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他沒有辦法解決印度教徒跟回教徒的衝突 他沒有辦法解決這個衝突 後來就印度半島就分裂成 起先分裂成兩個國家 就是巴基斯坦跟所謂的印度 後來巴基斯坦的東巴跟西巴兩邊 西巴基斯坦掌握實權 但是卻對人口比較多的東巴基斯坦很不公平 最後終於東巴基斯坦起來反抗 就獨立了 這個時候印度派了軍隊去幫助東巴基斯坦 所以我們現在你們看不到東巴基斯坦 你們看到叫孟加拉的那個國家 那麼這個時候領導印度 而且派印度軍隊去幫助東巴基斯坦獨立的 印度的總理是一位女性的總理 她叫做甘地夫人 當然這個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個聖雄的甘地 她好像是因為這個福家的關係 所以她叫甘地夫人 我現在就是要借這個機會讓你們了解 這個什麼是象徵 當時的國會是他們的黨 就是這個國大黨這個為主 就為了這場勝利 我忘記了送了三個禮物給甘地夫人吧 第一個是送一本聖書 就是他們的印度教的那個經書 另外一個好像是大概一個香吧 反正什麼這個對不起 那個我記得比較不清楚 可是第三個是一把小刀 這個你知道那個甘地夫人 她對這件事情做什麼反應 她收下勝書 她說我們還是要遵從 這個我們的古聖先賢的這個教訓 我們不是窮兵骨武 第二個她好像那個香好像是要代表 好像這個要重新和諧或者是和平的 但是她把那把小刀 那個花式戰功的武功的小刀退還給他們 她的意思說我不是為了戰功而去打 而是為了什麼之類的 所以雖然是一個實際的東西 但是它是有象徵性的 OK 這個請各位了解這個 那麼我現在要說的是 用象徵性的方法來表現 常常可以使得一個小的事件 可以反映一個很大的事件 那麼欠缺裡頭的這位女主角 最後是怎麼樣 做了兩件事 我說這是台灣要經濟起飛前 大概在50年代 60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學者 大概中文翻譯成羅斯托 他提出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經濟起飛的觀念 怎麼樣經濟起飛各位都知道 坐飛機的時候要注意兩個時間點 相當危險 第一個是什麼 飛機要起飛 起飛的不好就咚就摘下去 第二個是飛機要降落 降落的不好也就咚摘下去 正常情況一旦飛到這某一個高度 他就很平穩的往前飛的時候 就不太有事 那麼如何的由一個傳統社會 突然的要工業化工商業化 然後這時候就是所謂的經濟 會有一個經濟起飛的現象 然後一下子會突飛猛進 台灣的經濟起飛期大概在民國60年 這個差不多是那個時間 這個就是應該是19 或者應該怎麼說 應該是1950到70當中 因為我比較精確的話 應該是在1960以後前後 突然的這個突飛猛進 當然各位去研究那個經濟的人 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有這樣的一個時期 那現在我們可能是又 可能搞不好就要摔飛機的那個時期 那麼這個男主角的失戀跟別的人的失戀不一樣 第一個這位女主角沒有做錯 沒有對這個男主角做了任何怎麼樣 不好的事 他沒有騙他 對不對 但是他突然覺得失望極了 但是他對這個女主角的出現 以及這個女主角還沒有出現之前 先看到的是房子先出現 你知道吧 就是人還沒有出現 他先看到房子 怎麼樣的房子 是一個 現在看起來三層樓是一個很低很低的 可是你要了解 從前有一種限制 就是所有的樓房不可以超過 在日據時代叫做總督府的 到了光復以後 49年以後就變成了總統府 不可以蓋得比總統府高 所以四層樓和三層樓已經算很高了 我很記得我小學 這個大概五六年級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讀東門國小 站到東門國小的四層樓 往四周整個台北市一望 都比我們四層樓的低還不算 一片綠油油的 都是林印樹印著滿地 各位現在看的話 你要找個樹都很難 所以台大人還很幸福 至少雖然越來越破處 但是至少還有幾片小小的綠地 對不對 那麼我要說的是 經濟起飛之後有很多的有意思的地方 這一方面是變成熱鬧了 請各位看到這個小說的 因為我想我要先以講重點的方式 再倒回來講細節 請各位看到一二四四頁 一二三四五 第五行的地方 第五行的地方 是這個十一歲的主角的媽媽講的話 她說真是沒想到 真是沒想到 人心一年不如一年 世上發財的人多了 榨財欺騙的事也多了 世面的景象故鬧熱 王文新是福建人 所以講話跟閩南話有相同的地方 我們國語習慣叫做熱鬧對不對 但是會講閩南話你都知道 就是鬧熱 但要人心壞了 要這樣的鬧熱做什麼 這回幸虧的我們是沒有錢的人家 否則也放了進去不吃 不也吃了他的虧 然後這是第一個 這叫做什麼 經濟犯罪對不對 某種意義上來講 算是非法吸金 然後再來惡性倒閉 這就是我們後來在80年代到90年代 不斷的看到的 前進大陸再留台灣 對不對 吸了台灣的錢 然後他就宣佈倒閉 其中一個最有名的人物叫陳友豪 他在勞工那邊繳很多很多的水 但是卻把台灣的很多的投資者怎麼樣 真的是詐騙虧空了 另外一個 他說我們是沒有錢的人家 我的父親那時在一所中學裡教書 教書在台灣 是應當歸為清貧一類的 現在講的是清貧一類的 這是1950年代左右的故事 現在很多人就巴不得可以做公教人員對不對 甚至做一個能夠清運垃圾的人 只要是公職的話 這個拿了博士都還願意去扛那個什麼 這個多少斤重的沙包在那裡跑 這時代真的很大的不同 但是歐巴桑 這個歐巴桑看過小說的人都知道 是他們家的可以說來幫他們家洗衣服 跟打掃收拾拖地的女工 但是受到當時的台灣剛剛由日本統治 轉化為中國統治的過程 所以還是把這些年紀大的來幫忙做家務的這一類的人 還是用了日本時代的很奇怪的稱呼 我想你們學過日語的話都了解 本來歐巴桑是有另外的含義的 到了這裡的話就變得很奇怪 這個歐巴桑就是下你的意思了 但歐巴桑又是有錢的人家嗎 我這麼想為何也倒他錢 所以被經濟犯罪炸財的多的是怎麼樣 勞動階層的歐巴桑 通常知識不夠就很容易被騙 還有那個幾個未領到工資的女工 為什麼吞他們 所以兩件事 各位都知道那個華龍案吧對不對 他也是前進大陸去了 然後就虧欠這個台灣的工人的工資 所以就牽涉到兩個 一個是詐騙廣大的勞工階層 或者是投資者 當然這個不限於廣大的投資者 以及什麼樣 他直接雇用的人員 經濟犯罪不過就是把應該給這兩種人的錢捲款而逃 這是最早的經濟犯罪的形式 但現在的經濟犯罪形式還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就是惡意掏空嘛 簡單說就是惡意掏空 惡性倒闢 惡意掏空 沒有經濟發展就沒有這一類的經濟犯罪 所以我不認為說這只是一個單純的失戀的故事 因為失戀的對象使他失戀的 就來自於他的經濟犯罪 還有一件事情是要請你們了解 那個時代的票據法跟現在的票據法不一樣 那個時代的票據法是假如你的支票沒有辦法兌現 怎麼樣 而且擁有支票的人一定要把他嘎進去的話 會怎麼樣 開票的人要被抓到龜山去關在監獄裡頭去 後來才把這個除罪化 所以就更容易掏空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 那個時候這邊的人跑不到中國大樓去 中國大樓的人也不會過來 所以就兩岸交流的最大的好處就是經濟犯罪可以自由逍遙 隨便就我錢在這裡搞了一筆 我就前進大陸然後這個再留台灣 所以我在台灣就這個就沒事了 那就這樣 所以這裡頭就牽涉到對於這樣的一個女主角的失望 其實就是對於某種意義上來講 象徵性來講 對於象徵性來講 對於經濟發展的失望 我認為作者已經跟你講得這麼明白 但是這個小說是很特別的 這我們要從另外一個幾個方來加以這個鋪陳 第一個 他整個的故事只發展在春假的最後一天 然後到暑假的第一天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故事其實並沒有怎麼樣的一個進行 他只是唯一所做的這個男主角 他的戀愛的努力是什麼 各位都已經讀過這個小說 他想要去接近女主角 可是他怎麼樣能夠去接近女主角呢 好 這裡又牽涉到 我說這又是跟商業的神話有關係 他不是 他除了站在門口看人家的店 看店裡的他 他唯一能夠去的是什麼 去做一番交易 對不對 我要成為某某公司的一員 我趕快去買他的一張股票 我就算是他的股東了 對不對 所以他怎麼樣可以接近這位女主角呢 就假裝他的這個制服的上面的一顆鈕扣掉了 要求去那個店裡頭請人家幫他縫那顆鈕扣 結果他當然很失望 第一個 那位女主角並沒有親自管他的鈕扣 是叫他的這個女工幫他縫的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 他因為他進了這個店以後 他仔細觀察發現一大堆東西 對不對 一大堆 原來漂亮的紅花是假的 然後原來那位女主角戴上眼鏡在裁剪衣服的時候 看起來像貓頭鷹 這個貓頭鷹在西方文化裡頭 是一個有智慧 是一個有智慧或有知識的象徵 但是在中國的話呢 剛好是什麼 是邪惡的象徵 吃消明衡惡 這個是曹子寫的 所以那個吃消擋在他的車子的前面 所以因此他的去接近女主角 也是採取的是一個商業的行為 所以我說這裡頭一直是跟這樣的一個 經濟發展的神話放在一起 今天有誰敢站出來說我反對拼經濟 有沒有哪一個候選人說我反對拼經濟 我們應該提振我們社會人士的道德 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人敢這麼說 然後每一個人都說我拼經濟 然後拼命搞貪腐 對不對 所以越拼台灣的經濟越差 這個不是這樣嗎 所以這裡就是那個神話 因為假如拼經濟變成唯一的目標的話 這個國家如何立足 你的立國精神只建立在拼經濟嗎 所以這是小說家厲害的地方 他一開始覺得什麼 然後在這裡我們要先說明 由春假的最後一天到暑假的第一天 固然是一個學期 春假象徵性的 因為在這個小說裡頭他還在踢球 他還是一個孩童 是一個要進入青春期的孩童 然後等到暑假的時候 以及他在後來有象徵性的提到 他在第二個夏天他如何的要去那條大河那裡 這個游泳 所謂游泳是要讓自己浮起來 各位會覺得很奇怪 他為什麼要到大河去游泳 對不起 從前幾乎沒有游泳池 那時候全台北市唯一的游泳池是日本帝國 日本殖民者所留下來的 原來是東門國小的游泳池 後來就變成東門游泳池 那距離很遙遠 而且要可能還要不少的錢才能進去 所以他就 所以當時我所認得的很多的朋友 都是在河裡頭學游泳 然後他說他在那裡想學游泳 結果他好像失敗了 就是他並沒有學會如何在水面上浮沉 所以這個由青春期終於要進入成年 那麼其中包含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現在台灣沒有 日本還有 我們要舉行所謂的成年禮 對不對 在很多的原始的社會都還有這個成年禮 可是在很多原始的社會的成年禮是很特別的 有一種是把要進入成年的那個 等男生 現在主要講男生 第一個先要從媽媽的身邊把他拉開 代表這個媽媽要用盡所有的力量來保護他 但是由他們的長老或者是他們的這個 好像巫師或祭師扮演成龍還什麼之類可怕的怪獸 就把他從這個媽媽的身邊拉開 然後證明什麼媽媽從此不能夠再保護他 可是在這個小說裡頭非常有意思 在這個小說你們注意看有三個母親身分的人 女主角那位裁縫店的老闆是一個媽媽 然後那位歐巴桑也是一個媽媽 對不對 他特別提到他們家的小孩叫做這個春雄的 而且這個媽媽決定要犧牲一切要來栽培他家的兒子 以及最後出來教導他的 好奇怪 竟然不是爸爸 對不對 竟然是這個媽媽來講說這個經濟發展幹嘛 這個人性壞來的話就是什麼 然後在這個成年裡當中被長老或巫師抓走的 他除了要進入男性聚會所他還要做幾件事 在做這個之前他在有些文化裡頭是他會被調起來 掉在什麼這個樹上這兩三天之類的 總之要忍受痛苦 這有些是要被裝在一個袋子裡頭 然後由大人們拿棍子敲他打他 說了半天活著不容易啊 以後你不要想從此過這幸福快樂的日子了 那個幸福快樂是美麗的童話 為什麼 一句成語把我們講得清清楚楚 叫做自在不成人 成人不自在 當你要進入成年的世界的時候 對不起 你從此就不再自在了 你必須要承擔很多的壓力 你必須要承擔什麼 有一些部落的話就是什麼 就把你帶到一個山頂上去 讓你一個人在那裡 孤獨的野地求生三天再下來 或者是把他放到森林裡頭去 要這個長受孤獨跟什麼 然後另外成年裡通常也還會教導一件事 在這之前 小孩子還只是童年的時候 雖然生理上就是在這之前的 一開始出生的時候 這個男生跟女生已經有形體上的區別 但是在開始感受到你是一個男性 或你是一個女性要進入青春期以後 一旦進入了青春期 開始感受到自己是男性或女性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必須去面對的 所以這個青春期是一個很麻煩的日子 對不對 以前做小孩子很快樂 你可以自由自在 可是你現在開始發現 原來你是男生 你不可以 譬如說這個 你不可以做什麼什麼事 你又很希望做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這裡頭有很多需要去摸索學習的地方 為什麼突然跟各位講這個 因為這個小說基本上是一個成長小說 在這裡通過那位女主角 第一個女主角提供了她 性啟蒙 也就是說在這之前她並沒有好像戀愛的那種感受或需要 可是在這個時候她知道她愛上對方等等等等 這時候她已經有一種性情的一個含義 這王文新有很多 寫了好幾個小說跟這個有關係 另外一個最有名的例子是叫做母親 所以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什麼 然後第二個 他終於了解了怎麼樣 社會的現實 而且非常有意思 在她慘遭失戀之後 你知道她做什麼事 各位大概讀過的都會很快的發現 這個你的反應會是這樣嗎 請各位看到一二四四頁 倒數一二三四五第五行 那一天的傍晚我拿了一本書 就登到屋頂的曬衣服陽台上 爬到他們家的最高的位置 但是最高的位置其實提到曬衣服的時候 是誰常常在這裡曬衣服 誰 歐巴桑 對的 這個不是他媽媽 待會我們還會談到這裡 所以其實是他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你了解作為一個勞動者 這個勞工者的一種狀態 然後結果他上來這裡幹嘛 他不是去曬衣服或者收衣服 他做什麼 我預備聽從我母親的話 溫一點功課了 拜託 這是暑假第一天 我不曉得各位同學 是不是暑假第一天 就開始準備這溫習功課 還是說我第一天 我要好好痛快地玩一下 這個小說剛開始的時候 他就發現他那天要起床的時候 他就發現今天是暑假第一天 氣氛完全不一樣等等 快樂得不得了 突然一下子從惡夢中驚醒對不對 驚醒了之後他怎麼樣 他就回到現實原則 那麼這裡我們要說明 心理分析大師弗洛伊德 我想各位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曾經指出來一個很重要的 在人類的成長的過程當中 甚至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當中 其實都在兩個原則當中擺盪 一個叫做快樂的原則 這個the principle of pleasure 另外一個是現實的原則 這個the principle of practical 那麼可以這麼說 他這裡有牽涉到戀愛 他看那個女的越看越美麗 在那裡賞心悅目 一邊順便吃一口嘴巴裡頭塞一個什麼餅乾什麼之類 這是過快樂的日子 而且大家為什麼喜歡戀愛 因此請各位要記得 愛上某一個人跟愛上的戀愛常常是不一樣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有人不斷的戀愛 就像在換舞伴一樣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面對現實的時候 一個新的對象總是引發他產生戀愛的那種 我常常開玩笑說戀愛其實像什麼 像度假 有沒有人在度假的時候努力做功課 好像這個做功課或什麼 不是的 度假所有東西都放下來對不對 這時候以遊戲以玩樂最為最為主要的事情 那你們看那個電影上或電視上 這個男女主角在戀愛的時候怎麼辦 電影要怎麼表現 常常是他們在海邊跑步 然後這個女主角故意打一下男主角 然後就是這個跑給這個男主角追啊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去看看夕陽啊 或者是這個滑滑船啊 或者是什麼什麼 或者是這個奇蹟馬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這個 戀愛所以很多迷人的地方 基本上它是一種度假心態 對不對 那當戀愛的對象讓你面對現實的時候 你就喪失了你的那個愛的感覺 再找一個人 讓你產生這種遠離現實的純粹什麼 OK 這位女主角提供了她 一方面是性啟蒙的快樂原則跟喜悅 一方面卻也狠狠地教訓了她 原來社會現實就可以是這樣 因為這裡提到欠缺嘛 對不對 這位女主角欠缺什麼 她並沒有直接地去騙 那個這位十一歲小孩的錢 對不對 但是她騙了人家的錢 然後請看一二四四頁 倒數最後一行 想起這個婦人 想起她那一張美麗而直善的臉 我一時還不能相信這個婦人是一個騙子 我們今天會用騙子來形容這些經濟犯罪者嗎 會不會 會不會 好像那個跟詐騙集團有不同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通常是她先去吸金嘛 你幾乎把很多錢存在 這麼說好了 在座有多少人認為這個 認為那個 認為所謂的百年老店 這個Lehmann Brothers那個銀行是個騙子 這有沒有 可是她卻把我們都搞慘了對不對 把全世界都可以搞慘對不對 而且我那天跟孫政校長孫校長兩個人在談說 更可惡的其實是高盛對不對 騙了大家很多錢 然後我們都說這個華爾街這些人是肥貓 我跟那個孫校長在2008年的時候 偶爾機會遇到我就跟她講說 這個像不像合法的金光黨 他說這個不能這麼講 因為這個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OK 但是她的直接聊到是騙子 她委屈是一個騙子 沒想到這裡 我的心被忍受一陣 一變陣痛的痙攣 然後呢 我還眷戀著我對她的愛情 我期望保存住她 我才閉上眼簾想像 我閉上眼想像她的那一張 如白蘭花一般的面貌 這白蘭花應該是很純潔 應該很優雅的面貌 結果呢 然而每次我都會想到她的這一個缺陷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 曾經有過一陣子 中國 中華民國所發行的金元券 不但地質越來越大 大到後來用整個麻袋的錢 買不到一根油條 然後我們的台幣本來是 弄到後來四萬塊錢換一塊 舊台幣換新台幣 這個算不算是騙子 然後所以呢 我便在那一張臉上看出醜惡來 花片枯萎的勾下了頭 所以這裡頭先設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騙子所欠缺的是什麼 誠信 但是他不去討論騙子 他討論欠缺 OK 這個世界上誰保證你會有誠信呢 講完這句我們就下課 回到一個古老的成語跟古老的教訓 叫做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無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就是騙子 好 我們下禮拜再繼續討論這一篇小說 就變成那的小說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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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